問一下一個考題 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爸媽 突然樂透中一億 他可能還在工作 他會立刻辭掉工作 去退休環遊世界的舉綠牌 好不好 你爸媽根本就是 直接錢存起來 繼續工作 怕這個錢萬一不見 人生該怎麼辦呢 請舉紅牌 請舉牌 都這麼勞弱命嗎 真的嗎 對 你們也是嗎 對 我媽可能會不講 然後等到她有一天說 我告訴你們 我有一億這樣 就還要工作了 一億還要工作 他應該會跟你扯什麼 通膨之類的 就錢只會越來越少 對 可是有可能突然 有什麼事情發生 他就會很沒有安全感 對 好 來聊聊爸媽的心思和故事 我想先問一下志偉 你說錢對長輩來說 就三個字 安全感 對 真的 因為我媽他以前 因為我爸的關係 因為我爸常常就是負債 然後就跑路了 所以就很常 會有人來家裡要錢 所以我們小時候就是過著那種 有人來敲門敲門 還錢還錢那種日子 那真的會這樣 對 那當然這是媽媽 但是我講一個近一點的 因為我岳母的部分 她是 她其實她的戶頭裡面有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還要成語 阿拉伯數字這樣 所以其實她是有 好幾百萬的存款 但是她就會一直沒有安全感 我覺得她沒有安全感 比我媽更嚴重 因為她是一個結了婚 就變成家庭主婦的人 那她有想過說我去賣水果 我去拉保險 她有想過要賺錢 但是後來她發現 賺錢不是她的長項 但是要錢是她很厲害的 然後這也是個專業 對 她就會跟我岳父要錢 然後會跟我老婆要錢 但是你會發現 一個女人她可以不用工作 然後等到 因為我岳母最近走了 那我們去查她的戶頭 她竟然還有這些錢 這樣 虎岳父是有領終身奉的 但是終身奉就是 大家走了就沒了 所以我岳母就一個月 少了三四萬塊 她就很惶恐 因為她就想說 那這樣我沒有這個錢 怎麼辦呢 那就會一直問我老婆說 怎麼辦 我沒錢了 我好窮 我很怕我餓死 那我老婆跟她說 你銀行有錢 我報稅都看得出來 我岳母說 報稅看得出來 我有多少錢 你就會領出來花 不行 那個存在裡面 不可以領出來 會被扣利息 老人家觀念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就是人性 對於本來有的東西 突然少領了 明明也是夠 她就覺得自己好像缺很多 其實這個錢也是多的而已 明明就夠的 對 Picky妳的父母親 是進珠寶店 感覺也是Bling Bling的 明明也是還不錯 但是一直不敢退休 他們會一直去想一些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對 或者是像通膨 他們也會擔心 然後或者是像 通膨才兩趴 對 而且妳家是開銀樓 對 然後或者像金融危機 我爸就已經 就會覺得 因為有過上一次的經驗 對 然後他就會一直覺得 下一波又會再來 又會再來 然後像我跟我弟弟創業 然後他們也會 就會覺得說 萬一他們創業失敗 至少還要我們 在後面當靠山 然後像我回台中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 有的時候還是會 偷偷塞錢給我 然後 對 我就說不用 可是他還是會拿個 譬如說幾萬幾千 然後像我們剛創業的時候 他有時候有一次 就拿二十萬給我 然後我就說 真的不用 就是他們會有一種 像我現在開始 會要上節目嘛 然後所以我為了想要 鏡頭上面比較好看 我有時候可能就 一天只吃個兩餐或一餐 然後我爸就會跟我媽說 他是不是其實沒有錢吃飯 你再拿錢給他 就是他永遠都覺得 我沒有錢 非常愛小孩 所以明天在演 未雨酬膜 第一百零八幾 天天上演 他們還有一個堅持 所以不敢退休 什麼樣的堅持 就是他們會覺得 可能他們的觀念 比較傳統一點點 他會覺得每個小孩 都要買一棟房子給他們 就是我覺得 老一輩好像都會這樣子 他就會覺得 每一個小孩 都要準備一個給他們 然後 給自己 這麼大的壓力 像我媽媽他們自己 是買在蛋黃區 然後可是他買給我 他會先買就是 當然地點也是還不錯 就是離捷運 站只要三分鐘而已 我覺得他也是想要 給我一個動力 再繼續往前 他就會說 那你如果想要再搬回來 這一區 你要自己好好努力 這樣你再可以 對 就幫你買蛋白 叫你努力自己回蛋黃區 對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對 媽媽很用心 這妳家是兩個小孩 三個 對啊 三個都要給一棟 妳幹嘛 妳想當自己的嗎 我先乾兒子嗎 我先乾兒子嗎 宇慕你媽媽是工程師 其實收入也非常好 但聽說你媽媽愛賺錢 愛到你覺得很困擾 我媽媽就是 最近不是很流行一個名詞 叫做被動式收入嗎 對啊 其實這個名詞 我差不多在十五年間 就聽我媽媽說過 所以我媽媽算是 被動式收入的始祖 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她是電子工程師 所以她的股票跟她的收入 透過加班 其實收益還滿好的 非常好 但是她就是很喜歡 做類似直銷 跟被動式收入的副業 她想要再三下收入 每個月 現金流越來越多 她好像又不是那一種 上限那一種 藍賺等級的那一種 就是專業 所以她很容易 就是被人家洗腦 比如說朋友說什麼 那個不錯 朋友說什麼的飲水機 還可以 什麼的那個什麼 營養水 營養片 OK 營養劑她就買 然後我有一次跟她 大吵架是某一次過年 我幫她清家裡的時候 我發現 哇 怎麼有四五香 五六香大香的那一種 它囤貨的那種營養劑 而且都快過期了 然後我跟我媽就說 媽 這個要丟掉 她說這個還可以喝 如果放到過期的時候 過期一個月之內 還是可以把它喝掉的 我就想起來說 原來在過期前幾個月 她是狂逼我喝這些東西 我去工作 然後我睡前 她都狂逼我灌這些營養劑 當時我以為她是 可能這個東西真的很好 或是很愛的 所以她賣不掉 發現原來是自銷 然後自銷也就算了 當時她不准我丟 她說這很貴 我說我多貴 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她那個一瓶 藥價都要兩三千塊 一瓶喔 因為它是那一種 高單位的營養劑 它其實營養成分還不錯 但是它囤了五六香 我那樣換算起來 那一次我把它丟掉的 大概有 應該有十幾萬台幣 對 其實你要知道 過期三年是台灣的法規 對 那個都可以放五年的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她的被動收入 其實是沒有賺錢的 因為大家都沒有買出去 就是她很想很想賺錢 對 好 其實很多家裡的長輩 對這個金錢 都有沒安全感 我不知道海豹熊 你家有沒有 那像這樣子的 沒有安全感 有機會放下嗎 有一個諾貝爾經濟學長得主 他當初提出一個理論 他說 這大部分的人 對於錢減少這件事情 得到的痛苦 比起錢增加這件事情 得到的快樂更嚴重 那可以理解到嗎 就是那個減少的感覺 是很大的 比起你就多一千萬兩千萬 那個好像就好像還好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痛苦 他們會用各種方法 去做各式各樣的未雨抽繪 但因為剛剛志偉有講 就是其實錢是表象 後面比較下面重要的東西 是安全感 然後我有遇過一個媽媽 她就是跟她孩子 吵非常非常久 就是為了錢的事情 就是你要存錢買房子 然後你要存錢置產 什麼之類的 那後來我就跟她說 你媽跟你到底是怎麼樣住 她說原來他們兩個分開住 她媽媽就是一樣 那個爸爸過世之後 所以媽媽一個人住 然後常常都會問說 你這個禮拜寄錢回來了沒 就是也是很會要錢的那一種 然後有一次我就跟她說 那你要不要試著 花多一點時間去陪你媽 然後她就說 我就不喜歡跟她住一起 那後來她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買在她媽媽的 這個住的地方的樓上 他們就一二樓這樣子 然後她每天就做一件事 她媽媽再也沒有打電話 跟她說 你要去買什麼哪一邊的房子 她就是每天早上 陪她媽媽吃三十分鐘的早餐 所以其實搞老半天 她要的東西其實根本不是錢 她要的是一種 我一個人在這裡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走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走 誰會來就是處理我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人 可以陪在我身邊 那個孤獨感被填滿之後 就不需要再這麼多的焦慮 單身行不行 也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 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好 1 1 nun 19 2 19